最近几天偶尔断乱续续的 在这呢提前跟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一定是有点小事 那么当真有大事的时候 就会提前跟大家通知预告 我们当初说的这个初心呢 一定是不变 这个道心是不变的 这个可以跟大家保证 但是很多人也会跟大家保证 说是永远在这啊怎么样 这个都是不一定的 我们学到说这种话 那是太肤强了 到时候你就再痛苦挣扎 也没有用 那除非是一种情况 就是给你封杀了 你是永远不在这 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只能说心不变 但形式平台可能会乱变 那都会给大家提前说 那真有一天我们有大事 比如说昨天一日 我们偶尔也会互相拿命来 就算一算 那以你的所学 然后分享 给对方指导建议 也其实很多都是谈笑 真遇到高手 那一个就可以了 也不用互相拿来算 这是树的方面 我没有专攻这个 说道远远在树之外 之上 更重要 树是用来载道的 树当中都有道 你任何 就是不学这些 生活当中的一个技能 干嘛干嘛 道在使逆嘛 都都有道 但是树也分高树跟低树 至远恐泥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这个道呢 无数不在 我们这个心呢 也在道 怎么表现呢 一是说 二是写 那 在这个时代啊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 需要做的 那就坚持这个心 因为 我们可能这个 不同的 需要 如果有更多的人 我们明天 说 算到 可能去线下讲课 那之前在网上也有人找我 包括教武术啊 如果是一提一些问题 我们作为话题 网友互动 都跟大家说了 有的真的是 铁粉 虽然我们不多 很多都被先留了 但是还是在讲 没有输入 也是在说 直播 断 也是因为 这个来的人 非常少 那也不知道是哪的人 就随便听听 就是挂着 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还是以这种 短视频的形式 那当有更多的人 需要现场 我们要把这个道心呢 弘扬的更多 并不是我们贪 要做更多的事 什么明权力 为也 这些都是 要借用来 弘道 所以 当然 越道以后 越难 更多的人监督你 光说到 有没有做到 说 他是都可以说 但是你得会分 会不会说 有些人 他就不适合 有时候 包括作家 他就讲话 都不利用 那就只能靠写 那也是用他的形式 来表现 他所擅长 以别的形式 我们这个只是更直接 谭经文道 这个最重要 人都在道中 那么 真正的言论自由呢 实际上 很多这个时代 尤其 好的优秀的人 像崔永元 曹锡泰 这都是咱们偶像 单做一集 都被封上 都要讲究变通 讲究什么 没办法 那么我们也是在现流 但是这个 还是有很多粉丝 极少数的 跟咱们经常互动 认真的在听了 就不需要互动 你认真听 有用 就好 这有时候会 跟大家提前预报 就先这样 然后 造型是不变的 平台形式可能会乱变 我们下节课继续 正式的把前面系列说完 包括后面继续跟上